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诗明与字相近 能起到互为解释的作用 比如曲元 其名评 字语 出格亮 字孔明 亮与明的字译十分相近 曾国藩 字子成 子成指月成 翁成等 这类附着于大城的小城 正对应番 还有一种诗明语字的含义正好相反 含义字退之 义的意思是 全义 越来越好之意 北宋词人艳书 字 同书 书与同就是意义相反 这类名字虽然不多 但细细品味也别有一番意思 众所周知 即便是在古代 我国人口数量也是很庞大的 起名字难免会出现重名的情况 有的重名是无意重名 比如 西汉初年有两个韩戏 一个是汉初三节之一的韩戏 还有一位是韩王戏 有的是有意重名 比如九龄这个名字 唐在玄宗朝名相叫张九龄 唐末送出 有位诗人叫李九龄 全唐诗陆存二十三首 明朝有周九龄 清朝有五九龄 王九龄 古龙武侠小说绣花大道人物之一 古瓜大师的师弟名姬九龄等等 为何过去人起名字 为何对九龄行走独钟呢 其实 以九龄来起名字 寄予着一番美好的寓意 九龄是一个典故 出自礼记著书卷二十文王世子 目的于我九龄 东汉经学大师郑宣著 九龄九十年之响野 后已身为长寿之一 过去医疗 条件差 记忆出现感染的情况 婴儿出生腰折率很高 不有七天风 八天生的说法 无论是平民百姓 还是富豪贵族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造妖的婴儿 父母给孩子起名九龄 正是基于上述残酷现实 希望孩子健康成长 将来无灾无难 平安长寿 九龄两字寄托着父母们 殷切的希望和美好祝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